朋友们好,谢谢收看这个频道,一蓝一旅,旅行的旅。 这个频道讲我在疫情期间旅行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 从2020年3月由于疫情关系,我在家闭关了一年多。 到了2021年4月打了两针的疫苗以后,我尝试出门旅行。 第一站去了拉斯维加斯,头十问路,因为他靠近加州。 在5月底出发,选择了白乐宫,晚了四天三夜。 飞机上人不多,美国国内航班只要求乘客戴口罩,那时候的拉斯维加斯人都还不算多。 自助餐还没有开,大型的音乐剧更加是寥寥可数了。 但租车特别的贵。 小车每天要美元140到160。 有朋友9月底在拉斯维加斯回来说,现在基本上已经全面飞幅了,包括走店的制作餐。 第二站,我去了夏威夷,和朋友一起参加了三藩式的一个旅行团,六天午夜。 旅行社的工作人员非常地友善,无微不至。 夏威夷入境手续略为反复,比较复杂。 政府要求旅客要提供疫苗的记录,入境的时间,停留多久,住的走店等等资料。 旅客出发前,24小时还要回复夏威夷政府的健康问题。 然后他们用电邮发一个QR code,就是二维码,在入境的时候使用。 如果没有这个二维码的话,在入境的时候会有点麻烦,搞不好的话会被隔离。 幸好旅行社工作人员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方便我们入境。 但很可惜啊,出发的那个星期正是夏威夷疫情的高峰期。 当时有朋友再三提醒,夏威夷州长也出来劝议大家不要去了,因为疫情。 但旅行社说不能改期,唯有硬着头皮,游场出发。 在欧湖岛出发。 在欧湖岛出发的胆见心境啊。 旅行团结束以后,我们自己去了夸椅岛。 如果说Waikiki海滩是热点的话,夸椅的海滩就有点像世外桃源。 环境幽静安日,风景优美,有点与戏隔绝的感觉。 相比Waikiki海滩的人头永永,这里的海滩是人烟七叔海天一色,不用担心日晴。 第四站去了游轮。 现在去游轮有很多限制,除了带护照以外,还要有两针的那个疫苗证明。 再加上出发前48小时核酸检验,那个PCR或者是Antigen Test。 而大部分Pharmacy他们做这个检验的时候都要提早预约。 刚开始的时候,有部分的游轮可以在码头上检验,但现在没了。 简单的总结一下,疫情期间,美国国内航空公司只要顾客戴口罩就可以上机了。 当然我们要买飞机票和带个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去夏威夷要有日苗的证明。 另外要预先提高旅行资料给夏威夷政府。 如果是去游轮,就要有有效的呼叫打疫苗的证明。 数码的也可以,这是Digital。 加上出发前48小时阴性的核酸检查结果。 换句话说,礼拜四出发,礼拜二、礼拜三检查可以,礼拜一就不行。 注意 Antigen test 需要几个小时才有结果。 而 PCR 呢,要一到两天。 疫情继续反复,我继续前行,看看能走多远。 请朋友们订阅这个频道,一蓝一缕,按个小铃铛,留言。 谢谢大家的点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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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